嗨 大家好 我是小凱老師 不管是人啊 或者是一個畫作 或者是一首音樂 我覺得在我生命當中都構成了很多經典 我對經典的見解是 就是要很生活 其實新美姐是我國中時期的偶像 因為小時候他就是我的音樂跟時尚的偶像 他就是等於是啟蒙了我在這個領域的那種 興趣 然後開啟了這一個對於彩妝啦 時尚的一些造型的一些興趣 然後進而去把這個興趣變成實踐它 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人物 從我進入這個行業就開始有一個念頭 如果有一天可以幫他化妝那該有多好 同時彩妝有一定的實力之後 真的有很幸運的機會可以跟新美姐一起工作 然後我們就拍了很多不同的創意的妝感 對 有些是他沒嘗試過的 有些是他以前曾經做過 但是我們重新讓他有一個新的風貌 像這個妝其實他就是比較歐美的那種輪廓的裸妝 因為我覺得他什麼妝都化過了 他很少那種好好的擺個pose安安靜靜的 就是一個美美的立體妝 所以那時候我就決定不花俏的五顏六色 就讓他輪廓的立體感呈現出來就好了 所以才會有這個比較安靜的作品 首先介紹這一個連世良老師的作品 對 連老師也是台灣美妝圈的傳奇人物 對 他也是在我剛出道的時候 在當時業界最最top的彩妝大師 對 真的是彩妝大師 或者是應該稱他藝術家 因為他的妝永遠就是 好像在他的筆觸下面的人都像仙女一樣 就是感覺眼影一吹就飛掉了 感覺那個皮膚一碰就會碎掉那種 就是他從底妝到他的顏色的暈染 就是他可以把人的那種細膩度展現得淋漓盡致 而且畫完之後就有一種氣質脫俗的感覺 對 美艷芳 對 就當時很多港台的大明星也都是指定他化妝 好像像劉嘉玲 你看 對 因為連老師當時也有做很多教育的教學 所以我覺得他在 不僅是自己在本身的技巧上面的提升 他也很不常識的會去做很多教育上面的分享 所以我覺得算是一個非常非常值得 像我們這個後輩尊敬的一個大前輩 對 這也是經典的Kevin Aquan這一個大師 然後這本書我相信是很多彩妝師一定必收的 他的作品之一 你看他出過三四本書 然後他的妝感就是超厲害 就是可以把一個就是路人變成國際巨星的感覺 就他的化妝媲美整容手術 還有這也是他很經典的一個作品 你看朱利亞羅伯茲 對 就是早期化妝的人的必讀的聖經 就是他讓藝術彩妝生活化 然後讓每個女生都可以 把很平凡的臉 然後去透過色彩妝的力量 透過彩妝的力量去改變你的人生 那這本書呢 我個人非常推薦 因為它是我看過的書裡面字最少 因為它叫卡語錄 就是卡拉克菲爾的語錄的一個整理 然後它裡面有去談論到它對於奢華的定義 對於設計 對於名流 對於生活 對於時尚的 然後每一句都是會很經典的 而且你會覺得天啊 那個要不是他的地位這麼崇高 否則的話這些話一般人說 應該馬上就被揍之類的 就是說他的身邊總是圍繞著一群 青春美麗的年輕人 他討厭見到醜陋 就是醜八怪不要在他的身邊出現就對了 他說 慢跑褲是失敗的象徵 你對自己的人生已經失控 才會穿著慢跑褲出門 他說一個伊索皮亞的農人可能極其優雅 而一個家財萬貫的富人看起來也可能火象之有福 意思就是說優雅無關於你的財力或荷包漫漫 如果你想要更了解大師的一些生活跟態度的話 我覺得這本書可以讓你在一個小時之內就看完了 然後瞬間你就會去開始把你的慢跑褲收起來 再也不會穿他出門了 再來這一個經典的設計 對我來講 這是迪奧第一季的男裝 反正這是迪奧首度推出男裝系列 然後他大概是前兩三季的作品 就是非常非常早期的作品 然後在當時迪奧推出男裝 已經是一個轟動全球時尚界的一個話題 總之呢他的設計就是經典 因為他就是要很窄很瘦 然後穿他衣服的男生都要非常的 你知道體脂都要超低 然後不能有一點點的肥肉 所以你看這件衣服呢 基本上就是我小時候買的 我現在已經穿不下了 然後他的細節就是會在一件 簡單的背心上面呢 繡上這些像細的鐵鏈 對 因為當時大家 男生都還沒有在追求什麼 極窄版極瘦 然後他是第一個 讓男生穿上這些 極扁身極瘦長的那個 那個skinny的那種look 對 所以當時等於是 哇 就是全球的那個 男裝最轟動的話題 就是能夠穿上Dior Homme的人 才叫做時髦的人 是剛剛我們講到那個卡爾大師啊 也曾經為了要穿上他的衣服而減肥 從那之後開始 男生就有一個載版的 的經典一直存在 對 所以他又 他又讓男生那種纖細有點 甚至有一點點的頹廢 或者是搖滾病態的 那種 那種look 回歸時尚圈 對